好厲害 真是好厲害 最後一晚的 超厲害 超厲害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冰島環島之旅 上一集和大家去到最著名的旅遊路線 黃金圈 Golden Circle 和大家看了間蠍傳和黃金瀑布 看完火山湖之後 我們就要回到市區 去到冰島首都 雷克阿姆克 都依然會有景點 和大家去浸溫泉 這是2021年才開幕的SKY 立觀 天空溫泉 浸完溫泉 再和大家去一個非常冷門的行程 出海釣魚 還有很好收穫 想不到來到市中心都可以看到極光 還要是這十幾天旅程中 最厲害的極光爆發 最後一天 大家登上 雷克阿姆克大教堂 再去Blue Lagoon 南湖 就要結束行程 天哪 過去連續十天的行程,我們都是在鄉郊的地方度過 不過我們現在就要回到首都市中心 駕駛了這麼久,當然要去放鬆一下,和大家去浸溫泉 Hello,大家好,我是Chapas 現在來到冰島第12天,很多時候大家去浸溫泉 我們會去藍湖溫泉,但其實整個冰島,因為火山地帶有很多溫泉 而今天會和大家去一個為Uraquivet市中心相對比較新開的溫泉 這個是Sky Lagoon,Sky Lagoon天空溫泉相對高級很多 我們立即和大家體驗一下,這個溫泉究竟有多棒 由市中心教堂駕車過來大概20分鐘,這裡停車場的位置有很多 來到門口,已經有一種酒店的感覺 其實它是由一個叫Pursuit的酒店集團經營的 因為人數限制的關係,建議大家上網買票 如果大家不是自駕遊,其實網上也有套票連接送服務 入場券分為三種,最受歡迎的是Pure Paths 除了浸溫泉之外,也可以做一次七個步驟的水療療程 而Pure Light就只可以浸溫泉 另一種比較貴的門票就是Sky Pass Sky Pass的不同之處,就是在更衣室裡有私人浴室 Sky Lagoon的特色之處,就是它的溫泉位於海邊 好天的時候,還可以拍到海天一色的感覺 和Pure Lagoon一樣,這裡可以買飲品 可以用我們開鎖鎖匙手錶,預先消費 離場時才一次過付款 左邊有間小屋,這裡就是我們做七個步驟Sky Pass 第一個步驟就是剛才浸溫泉 第二個步驟就是進入小屋前,先浸凍水 不過相信很多人都會因為怕冷,所以skip了 來到第三個步驟就是看著一大片無邊無際的海洋,焗桑拿 這樣在這裡休息一下,都是一番享受 焗完桑拿後,先沖凍水 之後就可以塗上Sky Body Squat的白泥 它有點像我們在蘭湖塗的面膜 不過這個就不是塗面,而是塗身 第六個步驟,我們就要焗蒸汽桑拿 什麼都看不到,都不知道拍什麼給大家看 不過這個步驟可以讓皮膚吸收 焗完後,皮膚立即變得非常光滑 最後一個步驟,沖個涼,我們就可以出去繼續浸溫泉 浸完溫泉之後,外面有一間Cafe 也有一點小禮物可以買 淋出去之前就要結帳,買單 沒有反應,就是我沒有買東西 我們又到了出海時間 我們來到REC,依然要出海 我們之前已經出了幾次海 我先出海吃海鮮 也有去看鯨魚 其實不是出了兩次 這次會跟大家去做一個相對比較冷門的活動 大家來這邊都未必會做活動,就是釣魚 我們就由民宿開車大概10分鐘車程來到海邊 這裡海邊其實是有一縄的活動 包括如果大家想出海 觀慶,觀測,全部都可以在這裡參加 當然,最好就是網上魚才預訂 其實有幾間旅遊公司都有提供釣魚的行程 這次已經是第三次參加冰島的釣魚活動 上次參加的旅行社,這次就已經沒有空位了 所以今天就參加了一間相對比較小的旅行社 我們全家人十一個人,加上一個外籍夫婦,加上兩個船員 全家人十五個人,其實都很合集 之前參加過另一間旅行社,船就相對大很多 這就是釣魚的位置,釣魚的時候基本上很難走動 還比香港釣物魚的船 我們現在準備出海了,很緊張 對,我也是 希望釣到大魚 超大條 之前試過釣過很多魚的,有一次 希望這次也有很多魚 對 有沒有給你吃光 吃光了 有一次有一個雷澤專門去多魚的地方釣 然後第二次釣魚的時候,什麼都釣不到 但有其他人釣到的,所以我們也有魚吃的 他們會煮魚給他們吃,超好吃的 嘶~~ �你菜單,單,單音樂? 船都若你拆外山貓 因為本來在香港也沒有釣魚 所以也沒辦法提供專業的講解 我們的船到一些位置釣魚 發現有什麼魚的時候 就會再開船到另一個位置 所以也會保持不斷移動 我兩個舅父他們的魚缸卡在下面 現在拉上來 很容易發生 好玩嗎 但也沒有遇上釣 好厲害 這隻不是貨吃的魚 也不知道什麼魚 但也不適合吃所以跌回海 有魚嗎 不是的,其實是早下 但你相信到的 牠們不斷地上釣 但我一條都沒有 快要成功了 有兩條 我現在放了兩條 釣完的魚 船長就會幫我們烤來吃 辛苦完一天 終於有餐好吃的了 最後一晚的日落 天色非常好 雖然本身預測冰島的天氣 九月相對比較多 但好幸運地 整個旅程只有兩三日下雨 但部分時間都非常好天 今天是冰島最後一個晚上 竟然出現極光大爆發 本身以為昨晚是最後一天看到極光 還打算來到市中心這麼多光害 應該看不到極光吧 誰知在沒有預計的情況下 一落車已經看到極光 原來極光只要夠勁 就連市中心都可以看到的 我們剛剛拍車 拍完車 我現在就這樣上機錄影已經拍到了 好低啊 好厲害啊 好低啊 嘩 好像第一次 是不是在近教堂 對 近教堂 近教堂 所以極光強一點 平時我是曝光三四秒才拍到極光 現在我連不用曝光 就這樣攝影Mode 就這樣錄影Mode 錄影Mode 都可以拍到極光 我想知道如果現場看是多麼厲害 整條極光 對 整條街很多人在極光 就是我們這麼多馬 最厲害就是今晚 真的很厲害 嘩 最後一晚 嘩 嘩 超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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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拍極光 就算肉眼看都是白色的 基本上如果你不曝光三五秒 五秒 十秒 是拍都拍不到的 現在呢 已經肉眼是可以看到的 好厲害 嘩 嘩 第一次在市中心體極光 即是出來已經看過幾次 大一次都在鄉郊地方看 真是幸福 住在那些人 867彩 就是我剛才拍車拍了三四個字 是值得的 對 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位拍車 一下車呢 嘩 大家看看後面 嘩 剛剛下車的時候 就是前面有一班香港人 叫聲叫聲叫聲 阻礙著我拍車 原來 原來在看極光 對 真的完全不理我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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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便給大家看看 這個旅程前幾天看到的極光 來到最後一晚 我們住的酒店是位於哈爾格林姆教堂附近 走一分鐘就到教堂 但酒店就沒有停車場 我們就要找街位拍 哈嘍 早安 現在我們來到冰島的第十二日 終於來到最後一日了 本來我們是整家人 十一個人去旅行 但因為他們另外九個 就住在另一個居住 所以 就是第一次只有我們兩個人 所以很慘 剛才十一個人 大家互相搬行李 很快完成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兩個人要搬兩個大夕 兩個袋 今天是背囊的腳架 本來我們這次要參觀教堂 所以我們就決定把行李放上車 最慘的是我們兩個 其實今晚就會去德國 明天呢 我們兩個人就會去行李 才開這個德國之旅 都不知道怎麼辦 這麼狠狠 超狠狠的 看你的眼睛 去到德國才算 這座教堂其實是 黎克阿明克的地標 基本上 如果你住在市中心 總會看到這座教堂 我們來的時候已經看到 難得來到這裡 當然要參觀一下 其實最漂亮的這座教堂 就是前面的商店街 這座商店街走到尾 如果用長焦鏡頭拍過來 就會超美 不過今天就沒時間下去了 哈爾加南武教堂 是冰島最大的教堂 人們經常說來歐洲旅行 看教堂很悶 但是這座教堂 擁有全世界最獨特的設計 它的外表是仿效冰島最著名的 袁武岩 所以來到冰島 一定要參觀一下 可惜教堂內部正在裝修 我們只能站在門口的位置拍幾張照 另外教堂頂部也有觀光台 非常推介大家花一點時間上去 上去就有升降機 入場費1300冰島黑浪 上到時鐘的位置 還有樓梯繼續上去 上到來就可以看到整個 Rekuvert的全景 Rekuvert這個城市有一個特色之處 就是它的房子色彩繽紛 是否想我抱起來 我抱起你 我抱起你 好美啊 不過我跟設計的關係 就沒辦法和我頸合照 到這裏吧 好像是第一次我們兩個開車 這個的確是 之前試過有其他人 試過我們兩個拍車 但如果是街路開車 所以我們兩個 其實是第一次 現在我們在旅行亞美行 其實都很難的 因為這裏超窄超窄 人們沒有香港那麼誇張 不會披達上街 所以你現在緊張嗎 有點緊張 這裏很複雜 車都不知道哪裏來的 不知道哪裏適合 哪裏適合 接著導航先走 其實我在香港是沒有開車的 完全是一個新牌子 雖然已經開了10天 但其實現在才第一次在市中心公路開車 兩邊都有車 還要過線 真的有點緊張 終於可以離開市中心 我們向南湖進發 都是這些路比較適合我 我們現在就去布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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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 超級多香港人 一直都會聽到廣東話 南湖的更衣室非常多人 感覺有點像在泳池 下水的位置是室內的 所以也不用怕說很冷 經過這對門就可以出去室外 前幾天去完米湖溫泉和昨天的Skylagoone 只可以說Buragoone是非常遊客化的 不過幸好它的範圍夠大 所以進到溫泉也分得很散 我們買的門票是Comfort 門票會包一杯飲料 一會兒還有白泥面膜 可以免費敷一次 藍色的沙冰 要是用藍色吸藥水 我們剛才發現溫泉水不是發十分熱 所以我們嘗試走遠一點的位置 發現有些位置的水會比較暖 其中一樣要做的就是敷面膜 它有三款面膜 包括白色、綠色和黑色 白色是免費 如果想敷綠色和黑色 就要另外付錢 難得來到不差再付錢 我們敷黑泥 也就是火山泥面膜 我們可以離場的時候才付錢 不過說起藍湖的面膜 其實也有一段故事 因為當年第一次來冰島藍湖的時候 敷面膜的時候 不小心弄到眼睛入沙 刮傷眼膜 進冰島急症室 那次是人生第一次在外國看急症 其實布拉倌是很接近機場 所以我們浸完溫泉 直接炸車去機場 那是我們現在 那是我們現在 山山來 我們一開設計人 租車那裡 嘩 我們到了 完成了那麼好 唉 好不醒啊 YA SOGO YES 出計 YA 我們人生第一次的設計遊 正式完了 我們現在 要還車了 好 整齊了 好 最後檢查 有沒有漏液 有沒有漏液 沒有漏液 好 這裡呢 有沒有漏液 沒有漏液 好 沒漏液 好 好 最後一停車 3號 好 定式完結 噢 捨得了 不是開玩笑 對 人生第一次自駕遊 鎖把車子 真是不怕 捨得都不記得鎖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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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再見 好了 我們展開兩個人的德國之旅 嘩 我們現在在推行李 天氣非常冷 本來還以為今晚會不會有極光 但看來今晚還是多雲 我們回來這裡 第一天下飛機 我們第一天下飛機 等接我去租車的地方 我不捨得 完成十三天的冰島之旅 家人就會繼續行程去英國 而我們兩個就會展開德國之旅 所以大家不要走開 繼續留意下一集 一連八集 冰島環島之旅 終於要到結尾了 由第一集到現在已經半年 突然間要結束 真是很捨不得 整家人去冰島旅行 其實是很多年前的夢想 所以才這麼想珍惜這個旅程的每一刻 發洩出每一個畫面 讓這些畫面成為我們最美好的回憶 雖然很捨不得 但也要和大家說再見 完結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nstagram 最後和大家回顧一下這個旅程最精彩的畫面 下次旅行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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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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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